哈喽大家好,我是阿四 我终于又来给你们录视频了 今天这支视频呢 可能很多小伙伴已经期待了很久 就是我的双十一推荐清单 然后如果你今天觉得我有点奇怪的话 对,我去打了风唇针 开玩笑了 我这个嘴唇又上火了 它每一次上火都在这个唇珠的地方 长那种 水泡 就特别的奇怪 我整个人现在是雷震子本人 这嘴巴也太尖了吧 因为这个是昨天刚长出来的 所以我就想说今天一定要把视频拍掉 要不然这个泡枕到时候破掉 然后再结痂 又会可能花差不多一个星期 那视频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在那拍出来了 所以今天呢就抓紧时间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双十一推荐清单 第一个部分呢 是我平常常用的 还有就是我这个会用到比较好用的 本来想放在月底的爱用品视频里跟大家分享 但我觉得双十一刚好有优惠 大家可以趁机入手 那第二部分呢 就是我自己付了定金的一些东西 这些东西呢 有一些是我可能第一次尝试 那有一些是我一直在用 然后刚好在这个时候用完了 我可以趁机就是续上的这么一些东西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那我就直接开始啦 第一个给你们推荐的东西呢就是这个 这个就是First Day Beauty他们家的急救面霜 如果你关注我很久的话呢就会知道 这个产品是我的常年必备品 我很久以前还发过一条微博说 它在我脸上的急救效果我觉得比海兰之谜的经典面霜还要好 我之前一直用的是那个大罐的嘛 但后来我就把那个留给我男朋友了 我自己用的就是这个小支的 这个面霜我真的不知道说了多少次了 我的用法就是每次挤完黑头 我的脸非常非常红非常敏感 然后鼻头非常肿的时候 我就会厚敷一层这个 第二天我的脸就像是完全没有经历过粉刺真的摧残一样 还是那种白白净净的感觉 如果我挤完黑头不敷这个面霜 那我整个鼻头就会像七个小矮人那种感觉 就是又红又肿 然后可能差不多要两三天它才会自然消下去 如果你也是像我一样每次挤完黑头 泛红特别严重 然后有的时候会很敏感 你需要一个镇定和舒敏效果非常好的面霜 我觉得你一定要去买这个 它这个面霜的质地呢是那种比较绵密一点的质感 很多人都反应说感觉它涂上之后很容易搓泥 那在这里我就想问你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 你是不是在白天上妆之前用了这个面霜了 因为这个面霜它的质感真的比较厚重一点 我是只会在晚间使用 如果你是在白天上这个面霜之后 你还要再涂什么妆前乳房 而霜粉底液这些一堆的东西 那我在想你是不是就是笨着想让它搓泥去的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你在用的时候有没有乳化它 这个面霜我是每次用的时候都会在手心稍微把它捂着 乳化一下在上脸 它的需求就是希望可以让它帮我去淡化一下这些小细纹小干纹 所以我就选了这支欧莱亚他们家的紫韵斗眼霜 我平常晚上的话就是会用非常非常滋润的那种眼霜 但是白天上妆前如果眼霜太滋润的话 底妆就会比较容易浮 然后不服贴 刚好之前看到视频有人推荐这支眼霜 说它质地就比较清爽但是又可以去除干纹 我觉得它就是很符合我的需求 我看到这个眼霜说它有一个可以帮助淡化细纹的成分 叫做菠色因 如果你平常有稍微注意一下成分的话 会知道菠色因这个成分呢是在HR他们家非常有名的那个黑绷带面霜里面有 但那个面霜呢真的是太贵了 我觉得有点下不去手 这支呢相比而言呢就性价比高非常多 我收到之后还蛮喜欢这个包装的 因为它跟一般的那种眼霜的长口瓶包装不一样 它是这种挤压的设计 所以相对来说会更加的卫生 也更好控制用量 而且它作为一个眼霜来说 不觉得它的容量真的很大吗 它一共有30毫升 真的快赶上一支防晒霜了 所以我平常的用量从来都不会省 有的时候也会用它来擦脖子 所以可以看到它这个已经是被我用的有一点扁了 前面说过这个眼霜的质地呢是非常清爽的 它给我的感觉有一点点像眼部的精华霜特别好吸收 但同时我觉得它保湿效果又很好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我去除一下眼下的这些小的干纹 我一般都是在成间护肤的时候用 那这样子呢就可以在妆前帮我做好一个眼下的保湿 让我眼下的底妆呀不太容易出现那种卡纹浮粉斑驳的情况 但是它也不会说过于滋润 导致我眼下的底妆不服贴容易移味这种 而且我觉得它还有一点点去水肿的功效 有的时候我早晨起来眼睛特别肿 我就会涂上它然后再按摩一下眼周 就会特别快的消肿 后来我才知道它里面是含有咖啡因这个成分的 就是对于消肿非常的有帮助的一个成分 总体来说呢这只眼霜我觉得非常适合25岁以下的女孩子 眼部没有太多问题 单纯保湿的人来作为一个初级的眼部保养品 或者是像我一样把它作为一个成间的衍生来用 这个呢我用了差不多一个月左右了 我本来就是想在这个月底的爱用品视频里跟你们推荐的 但我觉得双11的价格会非常划算 可以趁机入手 那下面一个我觉得也是双11必须要入手的产品 毫无疑问 这个Evalume的卸妆膏 就每一次像这种618呀双11大促的时候 我都会去囤货 因为真的会划算非常多 它真的是我的万年回购款 还没有用完呢我的下一瓶就已经接档了 这个呢是我最近刚刚用完了一瓶200毫升的 非常的干净 这个卸妆膏从它被大家知道开始呢 就被誉为是贵妇卸妆膏 因为它的整个卸妆过程会让你觉得非常享受 它的味道呢就是非常的好闻 那种精油的味道 膏体呢就是这样子黄黄的 夏天的话就会比较稀 像之前天气比较凉了呢 它就是一个固体的感觉 每一次你用的时候就取适当的量 可以稍微再手心把它融化一下 再上脸去轻轻的揉搓 然后就可以把你所有的妆全部都卸掉 它的卸妆力是非常非常好的 就算我平时懒得用眼唇卸妆液 直接用这个去卸 它都可以把我的睫毛膏眼线什么的 全部都卸得很干净 你按摩完脸部之后呢 用热水把这个布打湿盖在脸上 这样子可以起到一个乳化这个卸妆膏的作用 关于这个卸妆膏我也有看过很多的反馈 就很多人说它在具备卸妆效果的同时 又可以帮你去除黑头粉刺 我个人呢是不太容易长黑头 即使我现在可能年纪越来越大 各种皮肤问题都出来了 但是黑头好像也不是说特别明显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常年用这个卸妆膏的原因 它们家双十一今年特别值得入手的 有一个圣诞限定的礼盒 是包含了它们家200毫升的经典的卸妆膏 还有一百毫升急救面膜 然后再送一个那个卸妆布 它们家急救面膜也是明星商品 很多人都说急救效果特别好 我觉得这个套盒是非常非常划算的 如果你没有尝试过EVLOOM这个品牌的话 那这个礼盒就刚好可以让你尝试到 它们家最经典最有名的两样商品 下一个也是我最近一直在用 我觉得非常非常好用 这个是人这个牌子 它们家的一个玫瑰截面褶梨 我个人呢也是它们家的忠实粉丝 真的非常非常喜欢它们家的沐浴褶梨 沐浴褶也拿过来了 因为这些我都是放在浴室里面每天用的 所以盖子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它们家这种洗护产品呢 都是真空包装的 我已经说过这个沐浴褶梨很多次了 那今天就不再详细的介绍它了 但是它也是很值得买的 今天呢是给你们重点推荐 它们家这个玫瑰截面褶梨 这个褶梨呢是朋友推荐给我的 因为我以前只用它们家的沐浴露嘛 就没有想过说要试它们家的脸部清洁产品 但我朋友说就是它非常的温和 很适合敏感肌 使用感很舒服 我就想说试一下 然后我一用就爱上 它的这个玫瑰味呢 没有沐浴褶梨的玫瑰味那么浓 因为它是用在脸上的 所以如果它香味太浓 你在使用的时候可能会觉得 不是很舒服 这个洁面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温和的 褶梨质地 非常适合敏感肌 相应的呢 它的清洁力就没有说那么的强 我一般把它当作成间洁面 晚上有的时候我也会用 洗完了之后我觉得是那种干净而不干的感觉 就你完全不会有皮肤非常干燥紧绷的感觉 如果你是干皮或者是敏感肌的话 我非常推荐你可以去试一下这个洁面 它真的使用感很舒服 好下面想给大家推荐的呢 是我这个月用到一组我觉得非常非常值得入手的一组刷具 就是这个 这个是菲斯加芬他们家的一个绿色的组叫什么 四月四季青吧 反正我上一支化妆视频里就有用到它 我觉得颜值非常高 很舒服的这种绿色 然后它的毛毛呢也有一点点灰绿色的感觉 然后带了一个这种绒布刷套 这套刷子呢 我真的觉得性价比非常非常高 他们家这组套刷是我所有的套刷里 数量最多的一组 这组一共有13只刷子 然后价格是129块钱 基本上就是10块钱一只 真的太划算了 它这个刷毛可以感觉到那个松软度吗 非常非常的舒服 这只刷子是里面最大的 然后我是会把它用作蜜粉刷 这个用来铺蜜粉真的超级有幸福感 就这样 在这个上面沾薄薄的一层蜜粉 这样子轻轻的按压上去 上出来的粉也很轻薄 超级喜欢 然后还有这种火苗型多功能刷 这种修容刷 这只修容刷也超级好用 我今天就用它来上修容 粉底刷真的毛很密实 就非常有诚意的一个毛量 可以看到吗 这个应该是什么叫 叫什么形状 蛇形吗 反正就是一个这种形状的刷子 我是用它来打腮红 剩下的这些呢 就是一些眼部刷 眉刷 遮瑕刷 如果你是新手的话 基本上你所有需要的刷子都可以在里面找到 那如果你是学生党 这一组就更适合你了 因为它真的性价比超级高 我觉得大家真的可以考虑入手 下面一个双十一必须要买的东西 毫无疑问 隐形眼镜 我个人平常隐形眼镜消耗量是蛮大的 而且我基本上隐形眼镜戴的都是日泡 因为我自己比较懒 对这个是主要原因 日泡用完了 就是取了就可以扔掉了 非常方便 第一个还是我的万年爱用回购款 evercolor 自己最喜欢的花色 这个棕色 然后它的名字叫做gloss amber 这个美瞳呢 我真的不知道买了多少盒了 然后每次大家都问 我觉得我的棕色美瞳很自然是什么 就都是这个呀 而且它真的非常非常舒服 我戴一整天完全没有异物感 如果你没有尝试过evercolor这个牌子 拜托你一定去试一下 我现在眼睛上戴的这个花色 是上一支卸妆视频里 大家在疯狂问的那个美瞳 对 你们可以从我的眼睛里看到 它是有一点点戴蓝灰色的美瞳 算是一个有点特别 但是又很日常的款式 最近带到还有一个特别喜欢的 就是叫这个牌子 领力秀 这个应该也是一个比较有名的美瞳品牌吧 他们家的花色呢 我也带过好几种 我最喜欢的花色叫神秘高贵吧 应该是 就是一个非常自然好看的棕色 这个美瞳也是舒适度超高 虽然我已经在视频里给你们推荐了无数次 这些影线眼镜但是还是有小伙伴在问我说 这些美瞳是在哪里买的 再给你们说一次 我买的这些所有的日炮美瞳都是在 试刻眼镜网这个app上买的 虽然可能很多人是近期才知道这个网站 但我自己呢是从大学差不多三年多以前 就一直在这个网站上买影线镜了 主要是因为它是专业卖影线镜的嘛 所以我正规授权 买起来就比较放心 另外呢像我自己就特别喜欢带那种日本的美瞳 因为我觉得戴起来特别舒服 然后花色又特别好看 在这个网站上呢 基本上所有的美瞳品牌你都可以买到 像一些海外的美瞳品牌 它从海外舱邮寄 差不多不到一个星期你就能收到 我觉得比我之前代购是要快很多的 我所有的推荐商品 就是我的推荐清单都给大家讲完了 如果你们一直都在关注我的话 其实这些东西你们可能都有一点了解了 然后下面我要跟你们讲的呢 就是我双十一副的定金的一些商品 那我就话不多说直接开始介绍 因为还是有很多 第一个我下的定金的呢 就是这个美宝莲的眼唇卸妆水 这个卸妆水真的不用多说了 每一次有活动我都是会必须购入的 就我觉得它性价比很高很便宜 而且眼妆和唇妆都可以卸得非常干净 而且它非常非常的温和 近到眼睛里也不会有刺激的感觉 第二个呢 是这个雅诗兰黛的高能小棕瓶 这个高能小棕瓶是近期推出的一个新品 因为我看这个小棕瓶真的有太多推广 很多人都说它很好用 所以我也忍不住想试一下 他们家原本的那个小棕瓶我个人用起来 我并没有说太大的感受吧 这个高能小棕瓶呢 就说好像比那个普通版的小棕瓶 更加强劲一点点 所以非常想尝试一下 而且雅诗兰黛他们家活动 我觉得也挺有诚意的 这个高能小棕瓶的话 是买20毫升送20毫升 我觉得很划算就入手了 我现在语速非常快 因为我的相机好像快没内存了 我必须要赶紧收完 下一个买的东西呢 是这个 凯诗威他们家的一个洗面奶 这个品牌呢 就是一个 就是什么美容 美容师嘛 自创的一个品牌 我这次买的呢 是他们家的这个洗面奶 因为这个洗面奶 我已经买过一瓶 已经用完了 所以这次刚好补货 我当时也是看一个护肤博主 推荐说这个洗面奶成分很高级 就是说它里面有这个甜菜碱的成分 起到一个很好的清洁的效果 但是又是跟氨基酸复配的 反正就好像比较温和吧 我觉得它清洁力还不错 但不是那种起泡很密的那种洗面奶 而且它的味道特别好闻 是那种柠檬的香味吧 我觉得特别舒服 它这个套装呢 里面就是带了这个洗面奶 再加了20毫升 他们家最火的这个 就是助养精华 没有 我没有试过这个助养精华 所以看到这个套装 感觉还挺合适的 就入手了 但他们家的价格 我觉得并不是特别的划算吧 就优惠没有给到很多 不过我反正都是要买的 就买来试试吧 然后下面付了定金的呢 是这个 大家都叫它异异面膜 当时是在带王家买的 因为他们家当时有折扣吧 我觉得虽然一片也不 就折扣完了 虽然也不是很便宜 但是感觉也挺划算的 就买了10片 我之前买过葡萄和丁香的 葡萄主要是一个抗氧化的功效 然后帮助修复皮肤屏障 丁香的话是去痘的那种 我没有什么痘痘 所以那个丁香的 我就是完全是觉得它味道好 我们把它敷完的 葡萄的话 我就是平常皮肤缺水 或者是挤完黑头 皮肤很敏感的时候 来敷一个既补水 又可以帮我镇定一下 这次买的呢 是他们家这个组合 玫瑰和葡萄的组合 四片玫瑰和四片葡萄的 想说试一下 下一个附的定金就是这个 威诺娜他们家的一个透明质酸保湿的面膜 这个面膜呢 完全就是我平常皮肤比较干 想要单纯 补水保湿的时候敷的一个 比较平价的那种面膜 感觉就是可以平常买来 随便敷一敷的那种 另外他们家最近的代言人是罗云希 我觉得我蛮喜欢罗云希的 所以就想为她花钱 他们家这个叫什么 特护霜也是 每次我用完了就会补货的那种 但我现在还有囤货 所以这次双十一就先不买了 下一个附的定金呢 是这个宝拉大地的一个 洁面凝胶 这个洁面凝胶是给我男朋友买的 这个也是之前看护肤博主推荐 说是比较温和的 去油的一个洗面男 因为我男朋友皮肤就蛮油的 但他又很容易长痘痘 所以不想给他用那种 造肌清洁力太强的 感觉不太温和吧 这个宝拉大地的呢 就是相对来说 清洁力又不错 又还比较温和的一个洗面男 之前已经给他买过一瓶 他已经用完了 所以这次就是给他补货这样子 下一个呢是这个 是蓝蔻金唇的一个眼霜 这个眼霜呢之前我也已经有说过了 就是我每年双十一都会买的一个非常非常滋润 所以我都是在晚上来使用 有一个抗老功效的这样的一个眼霜 他这个眼霜双十一的活动 我觉得也还不错 是买二十送二十的 虽然送的是小样吧 但是量也是够了的 我觉得还挺划算的 下面三个付了定金的呢 都是一些运动装备了 买了一件Lorna Jane他们家的运动内衣 就是大交叉的绑带的设计 我觉得这个设计还蛮性感的 就挺挺好看的 你如果想要买一个比较贵一点的那种 运动内衣非常非常推荐这个品牌 不论你是做那种力量的训练 还是那种瑜伽或者是各种高强度的运动 它都可以有一个很好的支撑和包覆的作用 像这种运动品牌内衣啊 双十一入手我觉得是最划算的 因为它真的折扣力度很大 我还买了他们家这条深灰色的运动lagging 好像没有这个颜色的lagging 所以我就想说趁着打折买一条 它的长度对我来说刚刚好 就是那种八九分的长度 不会太长也不会太短 而且他们家的lagging 都是那种比较有包覆感 比较有支撑感的 我觉得在做下半身运动的时候 会非常的有感觉 最后一个是这个Lululemon 他们家的一个运动lagging 我之前买过他们家的 就是那个系列 就最火都打在这里 那个系列的普通版 我觉得它真的很长 我穿上之后就 那个裤腿可以一直拉到我的脚心 如果你是做瑜伽的话 我觉得是无所谓的 它这个Asia版的呢 就是刚好长度是到 可以看到吗 长度是到这里 就是一个八九分长度的感觉 我觉得会比较的好 虽然不是纯色的 是这样的花色 但我觉得这个款式 其实也还算比较低调吧 这个花色 就如果你穿一个稍微长一点的 上衣盖住一点点 其实就还挺好看的 其实今天给你们推荐的这些 就是我能记下来 我觉得非常好用的 有我近期才用到 我觉得很好用 想推荐给你们的 也有我一直一直在用 觉得双十一 刚好你们可以去试一下 这些东西 我真的感觉 我这个辈子讲话 没有这么快过 喘口气 好那希望你们喜欢 今天的视频 如果有优惠的信息 我都会放在评论区 你们可以去看一下 可以帮你们 稍微省一点钱 然后如果你们 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希望你们可以 给我投币收藏 点赞弹幕